而4月份的强震造成了花莲市多处传出严重灾情 而花莲市的姐妹市日本云纳国艇 则是持续向花莲传递关怀 21号的下午由亭长细数建一 带着所募到的善款600多万日元 亲自来到了花莲 希望在市工所的统筹下 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市民 花莲市的姐妹市日本云纳国艇 在花莲发生地震的第一时间就与市工所联系 同时自发性地发起募款活动 21号下午由亭长秘宿建一 带着募到的善款600多万日元 亲自来到花莲 市长为家宴感谢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怀 也代表花莲市民指上谢意 那在此跟我们所有的 不管是丁长以及我们说云纳国的好朋友们 说一声谢谢 那在此刚刚也跟丁长讨论到 也希望说未来我们重建之路 有这个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个日本的一个观光客来到这边 那也有也希望说未来丁长能够带团来到花莲 重振我们的观光 这笔善款我们会妥善地来运用 那也会运用到不管是低收中低收 以及我们赠灾的一个部分 我们都会全力地来协助 随后一行人也前往灾区视察 包括已经拆除完毕的天王新大楼 以及目前正在拆除的蓝天立池大饭店 还有准备要拆除的华王大饭店等等 秘术建议表示华莲重建的速度相当快 同时也希望能跟施工所学习 在振灾时的应变救灾方式 记者许立晴华莲市报导